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男生其实互为情敌关系 然后他们在同一舞台上讲他们心中的爱慕 所以当然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情绪 但是因为是一个蒙太奇的处理方式 是一个文幻场景 所以三个人讲述他的爱慕心声不同个性 却要构成一个隐隐的对唱跟三重唱形式 有时候是在较劲 比如说男A跟男B 男A是一个雅痞 男B是一个粗鲁的人 他们的爱慕之情隐隐地在对抗 但是隐隐地又和谐起来了 那和谐就是他们的最大供应素是 他们对于爱慕的这位女性就是纯粹的爱慕 然后创造一半发现原有男C的出现 男C是一个非常稳重的成熟的男性 他用他的稳重的表述方式传达他的爱意 所以那会有一个 这首歌会有这种很优雅的 优雅的弹琴说爱的方式 而且是单方向的 因为其实女主角她其实在舞台上 我不知道这次主题是怎样 她其实是在三个男生各自表述心声在舞台上 但是他们之间是无法对话的 这是乐剧怎么才办得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喜欢的原因是 因为它兼具的分跟合 然后那个刚跟柔 怎么讲呢 就是分跟合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人 有的时候在各唱各的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情绪 当他们共同情绪的时候 他们唱的东西就加成了 加成了 所以我们会感到这种力量 好像是当时的复音音乐一样 它又汇聚在一起又分开 然后刚跟柔就是有低回的部分 一开始 然后就是悠悠的 但是心头轻手红用起的时候 哇那个power又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短短的 但是纵向横向的情绪都到了 嗯 写成合唱曲吧 哈哈哈 这是我擅长啊 霾片 语ню 写成合唱 天氣 祢的聲音 歡歡喜 不同我剛才所說的 它其實是一個音樂展示架 那其中這個桃花櫻花 贏阿貴那一首 它也是跟劇情沒有關 它完全就是卡在那邊 讓歌女們去發揮 那這又是什麼地方來的 它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西城故事裡面 不是有一些女孩子說 I'm pretty I'm pretty I'm pretty 我怎麼漂亮 我怎麼魅力 一些女孩子在那邊唧唧呱呱 所以那一段呢 我就讓女孩子們互相在那邊 我怎麼漂亮這樣子 但是它又很民俗 但是那首歌寫得真好 因為它真的很民俗 我那首是仿歌仔戲的一些曲拍來寫的 因為也因為友惠老師的歌詞 還有那首歌的位置 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Number 那它就是要展現這些歌女們 對於青春對愛情的想望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用 歌仔戲調的一些唱腔來去譜它 對這詞是它寫的 可是我很肯定 這裡面戲有一些斑斑點點原始的創意 是我來的 比如說當時那五個歌女 我們就是要讓他們每個歌女都不一樣的個性 然後出來整鄧宇賢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其實每一個人有的很嬌媚 有的很香 有的很蝦 有的很蝦 蝦媚 對 所以我就不會讓他們代表五朵花 那五朵花各自出來唱他們有多美 三個月春 東風吹 滾時 惹惹的草蛙 黑夜月 紅月裡 我不是非常愛很幸運 年月幾 四月四月 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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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那個 《現在在我們的世界》 我知道 這個寫的時候 中文要 他又提他的原型給我 這很明顯 很容易變認 很容易變認 心中最喜歡的音樂劇呢 就是兩部 歌劇美 跟悲慘世界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那首的原型呢 就是《Let Me Is悲慘世界》的那首 One Day More 所有人都要創他的前面經營的主題 然後弄成一首歌後 這很深 就是第一個很難 再來就是 我不要做更加一樣的事情 我們這個訪問出去 會不會跌落神台 不會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說其實這個 這是楊中恒 就是也是從彪彪彪 他愛的就這兩部戲 兩部戲走天下 沒有無妨 因為剛剛提到 因為中文他就是一個理想 理論實踐者 因為他堅持 當年要用這些東西來衝撞 那個時候台灣 對創意是枯竭的 我覺得是這樣 那時候就撞出一些新東西 那我覺得還是會有其價值的 對但至少我覺得我們改 改得很好 整個情境 然後大家出來 每個人都陳述不同的心情嘛 然後最後那個日本人在後面 而且我覺得我們在改 我們在學沒有錯 但是學的時候 每個人都把自己先前吸收過的養分 很恰當的掏出來 對不對 你看像大家正在唱的很激昂 突然後面就是那個Sakura的音樂出來 那整個是一個烏雲蓋頂的那種概念 你知道我那邊Sakura的音樂後面還偷藏了第二個主題 你有發現嗎 後面有發現 那個偽奏 那個大偽奏 如果他變大調就是 他其實是望春風的最後一句 哇 這個真的是大 只是我把它變成小調 那因為 望春風那首歌講的是少女淮春 但是他被欺騙了嘛 所以就是 就是台灣在那個時候的歌舞聲明 完全忘記戰爭這件事 是是是 我覺得買這些東西 他可以挑發的是一種 潛意識 就是這個旋律 我好像在哪邊聽過 但是其實不知道 那就要被帶 如果喜歡的話呢 請訂閱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音乐时代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 再按一下 快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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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